请问第一张的背景一定会跟别张背景不一样 甚至第一张会跟最后一张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或是谢谢观赏 是一样的背景 或者是通常最后我们就放一个愿景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检视 投影片五片 好 一请点检视 二投影片五片 然后现在我要请你修改的是这一张 现在我要请你修改的是这一张 请注意只有这一张才叫标题投影片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一个很漂亮的图片 当做是我的第一页展示给别人看 所以我会放我的文件里面的这一张同意吧 图片 它的主色调一定是用我们的深蓝绿 来请复制 复制这一张图片 然后回到我们的toppoint去做贴上 常用底下的贴上 然后请把这张图片 然后请把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请移到最下层 请搬到最下层 可以吗 移到最下层 请问一下 你觉得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的颜色 好像没办法跳脱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还有一张 麻烦请把上面这一张 上面这一张 做什么事情 的字 加阴影 要加每一个都加 对不对 一字性 标准 加阴影 你有没有看到 这样阴影 是不是让字好像有跳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再去看 请问 这样子字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好像还是没有 既然没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 直接在这一个地方 插入一个 白色 听得懂吗 插入一个白色 好 来 插入 就是 还是在这一页 插入 然后 一个 矩形 这个矩形大小跟它一样大 可以吗 这个矩形大小 请问要填什么颜色 当然是白色 对不对 当然是白色 来 色彩选择工具 那它的边框建议 就不要给它边框了 因为我只是很单纯 这边也叫白色 好 我现在呢 请把它移动 移动 下移一层 滑鼠右键 移动 下移一层 下移一层 这可能要做很多次 干脆就移动到最下层 然后再把这个背景 再把这个背景移到最下层 请问一下 你现在这个字清不清楚了 很清楚了吧 对吧 大家都看得出来 按一下以编辑某片标题样式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可是 可是我又觉得 不用那么清楚 所以请把这一个白色 的颜色调整 例如说 30%的半透明效果 点 请点选这个白色 来 改一下图案填满 然后请选择 刚刚是不是用那个色彩 选择工具 对不对 请选这个 其他填满色彩 请把这个 透明度 设成 30% 确定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我还是可以 更 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质的颜色 好了 投影片某片 请关掉 这样 这样有没有问题 其实 我会觉得说 这个 上面太空了 干脆 干脆把这个白色 稍微再往下降 所以去检视 投影片某片 然后把白色 稍微往下降 剩一点 大概降到上面 下面都留 差不多大小的空间 我要继续 我要继续 我再继续 我要继续 来周做 最后一页 我再继续去做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叫做展望未来 通常我们就是可能会放一个 刚刚这边的什么 Security 反正就是大概会放那个 类似像slogan的字 好了 来滑鼠右键 麻烦请版面配置为标题头片 我们现在去扣一下业务警戒这一段 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这边贴上 用这个贴 只保留文字 好 然后翻到左边 然后呢 右边麻烦请放图片 右边请放图片 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贴上 这边最重要就是说 政机会配合主管机关政策 积极办理 这个叫做办理的理 请改一下 证券期货市场 人才培训与教育训练 好 所以请问这里面最重要的 字是什么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字就 人才培训与教育训练 哇 那你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吗 对不对 好 如果这里面都是中文字 你看到英文 那个英文是比较少的字 看到数字 它是比较少的字 那一定是重点 第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用顿号 顿号来做分隔 那一定是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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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几个项目 一定就是它的重点 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你看像这边 这全部都把它删掉 就请问政机会的主要的业务简介 对不对 这不就 这不就这四个字吗 所以这边是不是重复了 所以直接删掉 市场也删掉 听得懂吗 市场两个字是那个政机会里面的那个标题就有了 好 接下来 enter enter 这边有看到集吗 集就是那个顿号 可以理解吧 inter 请问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 直接删掉 那个是目标 可以理解吗 好 请问一下 我们通常简报里面不需要放这么多字 了不起放什么 二到四个字 为了让别人记住 那你在讲的时候 你就要讲这么多 听得懂吗 好 你看 你看 像 我认为 这一个图片是有感进的空间 因为它放太多字了 它虽然都是放重点 没错 请问一下 它这边是不是放了四个重点 不就是这些吗 请问人才培育与教育训练 如果你要放四个字 你要放哪四个字 好 人才培育 来 接下来 人才培育与教育训练 所以你放前面放后面都可以 但是我比较喜欢人才培育 好 那专业资格测验 请问你要放 只能放四个字 你要放什么 资格测验 可以吗 各位 专部专业 我觉得 不是那种重要 但是资格 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一个 那个测验才是这整句话的重点 所以 所以 这样了解 再接下来 资本 议题研究 金融知识推导 好 推 推 倒 推 推倒 反正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图示化 好 各位 我没有时间去教你 所以只能提供给你 这个商业计划 点PPPX 快速点点一下打开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放 就是 找类似的 然后把相关字放进去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放 这一个 可以 但是它这是 就是目录 好 那 请问你可不可以放 这一个 可以吧 可不可以放 这一个 可以啊 它这边是放六项 可是我们只有四项 可不可以放这个 可以吧 对不对 可不可以放这一个 也可以啊 但是这图片要换 要换 可不可以是这个 可以 可不可以是长这样子 也可以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教你 这一个好吗 这个 我就只要教你这个 好来 复制 复制这一张 复制这一张 然后回到 这张头影片 贴上 可以吗 首先你要先做一件事 这一张头影片 要重设 头影片 来 划属右键 重设 头影片 重设 头影片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选择 这一种会比较合适 这一种 版面 版面配置 我觉得使用这一个 好 来 请把 业务 简介 复制 贴过来 贴到这边 贴上 那这个 这个核心优势是都要删掉的 这跟我们是无关的 那个 那个元素是另外一份简报 它的整体效果 好 那请问一下我的第一个圆圈圈的内容是什么 叫做人才培育 所以复制 复制 接下来就是成本优势麻烦贴上 等一下我们再去换整体的颜色 我们先把字先设好 资格测验复制 然后选到这几个贴上 选到这个 这个字 然后贴上 千万不要用打字法 资本议题研究复制 然后到这个地方贴上 资本议题研究 研究资本议题研究 研究不见了 研究不见了 稍微搬上去一点点 好最后一个叫做金融知识推导 复制 然后贴 贴到这里 贴上来 金融知识推导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整个色彩色调是不搭的 为什么 因为主色调 主色调太少了 图片你没办法修改 没关系 但事实上这几个项目是都可以改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把这几个颜色改掉 改成主色调 好 请问怎么改 当然 我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 请你选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你先点到 这个橙色 点一下 他是选到整个群组 再点一下这个橙色 才算是选到糖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吸 就是他的填满颜色 他的图案填满 图案填满 请选择主色调 主色调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用复制格式 贴给这个 但是 但是 变成他整个群组起来了 所以 你要一个一个去选 一个一个去选 然后 一样填颜色 选到 第三个 然后 图案填满 第四个 图案填满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做法会跟 原本的 这个 这边这样子的做法会变成一字 那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字一定要什么颜色 一定要满颜色 而且它好像有加阴影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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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 你不可以用这个颜色 你只能用这个颜色 所以 填满 填满 填这个颜色 好了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字的颜色 这个字的颜色 你看你要不要重新去复制贴上那一堆字 我是觉得 我是不喜欢那一堆字 可是它只是装饰品 装饰品 也就是到时候 真正的面法是面这一堆字 复制 然后 贴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重点是要讲说 那里面的字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字的颜色 应该是它的颜色 所以字型色彩要选择它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它字很小 所以建议 建议是把这个字的颜色改成黑色 因为它太接近了 太接近好像浅浅的浮水印 那还不如就放个黑色 然后重点是 这个点点点 不要忘记了 它只能设定什么颜色 就是阻塞掉 我想要请你们了解一下 从原本的都是字 然后接下来 它变成这样子精简的文字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一个图解释 所以是不是就看到 它长这个样子 你现在去看整体性 你并不会觉得这一张很突兀 我再重新把原本长的样子抠过来 你就会发现真的原本 原本这一张是很突兀的 可以吗 本来是长这个样子 现在长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感觉它没有像这一张这种图 因为这一张的色调 因为这一张的色调 跟这一张色调完全不一样 我先把它删掉咯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你记得 你记得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 来去说 就是去创新 做这些创新 记得去年再教图解释简报 我也是教你们怎么用就可以了 所谓怎么用 其实就是把人家这边做好的 把人家这边做好的 图解释的方式改一下 改成我们自己的字 但是 举例来说 假设这边我们的产品 我们介绍那个什么什么的测验 然后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要介绍那个报名表怎么填写 所以这边假设你有三个项目 是填写的方式 你就可以用这一张图片 但是你要去把这个图片改掉 然后这些字的颜色 底色改掉 字的颜色改掉 底色改掉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这个内容去年的图解释简报就交过了 所以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的重点 我今天要谈的重点是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这样做完一份简报的时候 那个整体性 除了专业 还有这个色彩的使用 是不是都变成一致性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今天我们上课的重点 然后请问一下 假设你今天现在看到是正机会简介的简报 假设你今天你真的要去做另外一份简报 像例如说正机会的严格 请问你做出来的内容 是不是也是会符合一致性的标准 这样了解吗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问你们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举例来说我现在想要做严格 就会知道严格吗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一张是不是蛮合适来发展严格 这一张来复制 然后麻烦请贴到这边 严格已经在最后面了 我们叫大四季好了 贴上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其实还蛮突兀的 好 来快速点亮一下 记得 请问 这个 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 一定是它 对不对 好 所以 填满的颜色 那请问你 字是什么颜色 字是白色 所以 常用 字的颜色 是白色 可以吗 然后 它 它这里面 其实我稍微翻开 你们看它下面还有一层 好 所以 这都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可能要请各位 稍微用点心 来 去做 来 这边 填满的颜色 填 这个颜色 好 然后复制的是贴上 负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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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颜格放在哪里 或大四季 在这里 这个 这个 等会 警戒 年度大四季 可以吗 比如说 2020 2020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复制 都在办活动 都在办活动 有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太多事情了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放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放 好 比如说这也好 负贴上 复制 2020 贴上 大致上是长这个样子 记得 就是 它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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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颜色是 是这一个 然后质的颜色是 白色 请问这要不要改 这当然要改 这个 甜蓝的颜色 然后这叫大四季 对 首先 首先要重设投影片 然后请把这个投影片 改一下我们的版面 改一下我们的版面 为这个 大四季 好 这些就把它给删掉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可以吗 就是说 要把它这一个的一个形式 改回来 变成我们只能用的 这几个主色调 听得懂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出来 那个整理性的感觉 才会一致 是 而且你不管是谁 来去做 就是 如果说 你 那个 只能用那六个颜色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 除了图片 你不能改 像这边 这个像太极的 这个logo 你不能改颜色 因为它是图片 可是 可是你在用到 别种元素的时候 像这些都是元素 你是不是就可以改色 而且要改 很标准的 我们的 宽用的 主色调 背景颜色 质的颜色 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讲一个 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 我们今天 不管你去做 投影 不管你去做 简报的 成名介绍 公司简介 或者是 个人履历 维护 或者是去做 那个 大事剧 的投影片 或者是 测验 的一些公告信息的 投影片 你应该做出来的感觉 都应该是长 这个样子 就不会改来改去 像这个就不会发生了 这一章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对 因为我已经说过 色彩 这边是需要调整 已经被调整 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好 OK 所以 接下来你们 只是把现有的投影片 想办法 想办法来去修改 可是 修改成套用你现在这一份简报 包含那六个颜色的设定 这就是你接下来的工作 这样子的话 我们政绩会产生出来的简报 不管是谁做都会达到一致性 这就是我们开证课的主要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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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